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少壮不努力,老大图伤悲 这句俗语我们耳熟能详 它提醒着人们要珍惜青春时光,努力奋斗 然而,当我们步入老年,又该以怎样的方式生活呢? 人到老年,最好的活法是减少依赖和期待,学会独处和自爱 人到老年,真的要减少依赖和期待,学会独处和自爱吗? 这会不会让我们变得孤独和无助呢? 01,减少依赖,独立自主 人在年轻时,可能会依赖父母、伴侣、朋友或者同事 然而,当我们步入老年,身边的人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时刻陪伴在我们身边 此时,我们就需要学会减少依赖,独立自主的生活 减少对子女的依赖 很多老年人把子女当作自己的依靠 希望子女能够时刻陪伴在自己身边,照顾自己的生活 然而,子女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不可能时刻陪伴在父母身边 如果老年人过分依赖子女,不仅会给子女带来压力 也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脆弱 我们可以学会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 比如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等 如果身体条件允许,还可以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结交新朋友,丰富自己的生活 这样不仅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 也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减少对他人的期待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对他人有各种各样的期待 希望他人能够关心我们,照顾我们,帮助我们 然而,他人的行为和想法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有时候,我们的期待可能会落空 如果我们过分期待他人 就会让自己陷入失望和痛苦之中 我们要学会降低对他人的期待 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寄托在他人身上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动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 比如,我们可以学习一门新的技能 阅读一本好书,欣赏一部电影等 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也可以让我们更加独立自主 02.学会独处,享受宁静 独处并不意味着孤独 而是一种内心的宁静和自在 人到老年,我们可以学会独处 享受这份宁静和自在 独处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 在忙碌的生活中 我们常常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的内心世界 了解自己的真正需求 而独处可以让我们静下心来 反思自己的人生 思考自己的未来 我们可以通过阅读 写作 绘画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 更好地了解自己 独处可以让我们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兴趣爱好 在年轻时 我们可能因为工作和家庭的原因 而无法专注于自己的兴趣爱好 而到了老年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 我们可以学习书法 绘画 摄影 音乐等 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独处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我们可以去公园散步 欣赏花草树木 可以去郊外爬山 呼吸新鲜空气 可以去海边看日出日落 感受大海的宽广和深邃 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愉悦 也可以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的美好 03 学会自爱 关爱自己 自爱并不是自私 而是一种对自己的关爱和尊重 人到老年 我们要学会自爱 关爱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关爱自己的身体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 我们才能享受美好的生活 我们要注意饮食健康 多吃蔬菜水果 少吃油腻和辛辣食物 要适当运动 保持身体的活力 要定期体检 及时发现和治疗疾病 关爱自己的心灵 心灵的健康同样重要 我们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 我们可以通过阅读 冥想旅游等方式来放松自己的心情 缓解压力 可以与朋友和家人交流 分享自己的快乐和烦恼 可以参加一些志愿者活动 帮助他人 传递正能量 零四 保持乐观 积极面对生活 人到老年 我们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比如身体的衰老 疾病的困扰 亲人的离去等 然而 我们不能因此而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要保持乐观 积极面对生活 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的小事中寻找快乐和幸福 比如 我们可以和朋友一起聊天 下棋 打牌 可以和家人一起聚餐 旅游 看电影 可以自己种一些花草 养一些宠物 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我们也要学会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 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 但是 我们不能因此而抱怨和沮丧 要学会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 勇敢地面对挑战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生活中找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总之 人到老年 最好的活法 是减少依赖和期待 学会独处和自爱 保持乐观 积极面对生活 我们要珍惜生命的每一刻 用自己的方式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虽然我们的人生已经进入了晚年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让我们一起努力 让老年生活更加美好 恋爱 无论对于谁来说都是 或者都曾是无比憧憬的一件事情 这个世界上 没有哪个人不是怀揣着无比的渴望与热情 进入到这个充满了无限精彩的感情世界的 相信很多的朋友 在恋爱开始的时候都是充满了无限的甜蜜 仿佛时间都停止了 仿佛世界上就剩下了彼此 尽情地享受着这天下最美的感情 然而正如陈奕迅的一首歌《爱情转移》中所唱 恋爱不是温馨的请客吃饭 实际上恋爱是一个彼此发现 彼此了解的过程 更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你是否感受到了疲惫 是否有一种心累的感觉呢 是的 有很多人都会在恋爱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疲惫的阶段 首先不要茫然 更不要慌乱 其实这是大多数人都会遇到的一个状况 实际上 这种感受是在提醒你 在你们的恋爱过程中 是存在着一些 无论是性格上的 还是价值观上的 甚至是个人喜好方面的问题的 而这恰恰是处在恋爱过程中的恋人们 必须要修炼的 成长的关键时刻 笔者始终认为 恋爱的过程 是一个人在生命的各个阶段之中 成长最快的一个阶段之一 是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恋爱变得不只是单纯的甜蜜了 而是让你有了泪的感觉 此刻 最重要的不是留恋和停留在 对过往愉悦的回忆中 而是冷静下来 深刻地剖析自己和对方 到底是什么让你感到了疲惫 到底你是喜欢这个人 还是喜欢恋爱的感觉 当你真正的客观地去解读彼此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所发现 有所收获 而那种空洞的 不知所措的疲惫和心泪的感觉 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温馨 而又充满理性的爱情之旅 俗话说 三时而立 四时不惑 五时而知天命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不同的人生阶段 也都在变得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深刻 一个真正成熟起来的人 一定是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 然后还能够准确地识人 更重要的是懂得了知天安命 其实万事万物都是如此 真正的成熟都是深刻而厚重的 就像稻谷一样 越是成熟而饱满的 就越是低着头俯看着大地 成熟是一种自我发现的过程 也是不断思考和领悟的结果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不了解自己的 哪怕很多自以为很了解自己的人 恐怕也只是明白了自己的一部分的特征而已 了解自己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 同时也需要不断地去辩证地 看待自己的一言一行和各种状态 了解了自己的人才有可能了解别人 所谓的识人 其实就是能够通过表象看透实质 能够从别人的行为举止中 看到背后的动机和内在的逻辑 知天 知命 乃是一个人最大的通透和开悟 所谓的天命 其实并不是什么玄学方面的概念 它指的是 我们要能够认识到自己生命的局限性 不要逆视而为 而是要懂得顺其自然和自我妥协 但凡陷入执拗的人 都是不成熟的 因为他们不懂得一切皆有定数的道理 作为一个人 我们当然要懂得自立自强 但是也要认识到自己的能力边界 否则一味的执着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人生的意义就是一个修心修性的过程 这个过程做好了就必然会走向真正的成熟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上这么一遭 最重要的就是要获得一个风盈的内心和智慧的头脑 否则只是吃喝玩乐 就是对生命最大的浪费和辜负 祝愿各位友友们都能够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收获美好 实现成长与进步 爱恨情仇 痴狂傻呆 这就是我们的人间众生向 人生之路 我们注定要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 从咕咕落地到一点点的长大 学习恋爱 工作家庭 哪一样是简单和轻松的 感情上的也好 物质上的也罢 只要有一点问题 就会让我们陷入无限的焦虑和恐慌之中 所谓的岁月静好 万事如意 只不过是人类的理想和幻想罢了 所以 如果我们人类没有一个好的心态和理性的态度 那很多人的日子 真得是一天都过不下去 人生需要豁达的态度 不愿 不吃 不抢求 一边走一边思考和领悟 一边学会放手和妥协 任何人都有美好的理想 完美的渴望 但是生活的现实 却是千疮百孔 不堪入目 即使这样 我们就有理由不好好的去生活了吗 不是的 正是因为生活的真实 才让我们脱离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想象 就比如说 人生注定没有完美的婚姻 难道我们就要去选择永远的单身吗 水中有细菌 难道就不去喝水了吗 我们一定要远离那些痴痴的执迷不悟和怨天尤人的哀伤 而是要选择近人事而听天命 不固执不抢求 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智慧 生活不易 且行且珍惜 路途漫长 边走边醒悟 如此我们终究会活出一个通透明朗的自我 也会收获到生活之中最真实最朴素的快乐 尽管他们看上去不是那么完美 甚至布满了瑕疵 但这就是真实的生活 也是最本真的自我 最后 祝愿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学会那份豁达和自然 从而去拥抱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和快乐 我们一定要谨记 属于自己的才是最值得珍惜的 也才是最现实的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任何一个人都不敢打包票说 自己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对的 作为一个人 犯错注定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 我们的生活 尤其是进步和成长都离不开一次又一次的错误积累 正所谓吃一欠掌一掷 犯错是一种人生的常态 一个人不怕犯错 怕的是一再犯同样的错误 而且毫不自知 人可以犯错 但是不要犯傻 更不可以犯魂 犯错 犯傻和犯魂 仅有一字之差 却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犯错不可怕 只要是懂得反思和自我纠正 就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大的损失 而犯傻 则是一种愚蠢和天真 犯傻的人 很难自我察觉到自己的那股傻劲 更有甚者 还喜欢陶醉于那种犯傻的状态之中 犯魂的人 更是一种人生智慧的缺失 和糊里糊涂的状态 在生活中 我们一定要明白 事情的轻重缓急 和先后顺序 万万不可在大事上犯魂 人生的一次犯魂 就可能让我们的生活 陷入泥泞 甚至是万劫不复的境地 人的一生 尽量地少犯一些低级的错误 也少一些天真和混沌 我们的生活 才能够过得更停顺一些 我们每个人都是从盘山学步到剑步如飞 生活中的那些注定避免不了的成长的代价 我们要学会坦然地面对和接受 而那些前车之鉴和别人的规劝 也要听得进去 更要懂得学会自我剖析和自我精进 我们的天赋和起点可能各有不同 但人生的那些大的道理和是非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明白的 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我们 也祝福朋友们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 多一些理性 少一些冲动 多一份智慧 少一些鲁莽 相信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都能够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遇见属于自我的美好 经常听有人说 游戏人生 人生如戏 其实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游戏 只不过这场游戏和其他的游戏不同罢了 且看人生百态 各有各的生活状态 各有各的心情和心态 当然也各有各的人生经历和结果 如果人生是场游戏 那么我们何必还那么在意结局呢 人生好比是一场旅行 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 并不一定是目的地 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的每一天和每一段经历 不去刻意地在乎胜败得失 这才是生命最本来的样子 也更容易体会到生活最自然最纯粹的美好 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功成名就 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大富大贵 能够踏踏实实地过好每一分每一秒 就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和珍惜 玩游戏 玩游戏讲究投入和享受游戏带来的快乐 而生活要的是细细品味其中的酸甜苦辣等各种滋味 其实我们的生活过程什么样 是每天愁眉苦脸还是面带微笑 也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境遇 而是和我们的心态有着莫大的关系 不太在意结局 一切尽力便好 无论学习还是工作 只要我们尽力了 全身心的投入去做了 无论结果是不是圆满 我们都应该拥有那份充实感和满足感 人最怕患得患失 一个人之所以会有患得患失的感觉 就是因为太过在意结果 人一旦太看重结果 心态必然会失衡 实际上越是有这种太在意得失的心态 往往越是发挥不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 我们不妨就把人生看成一场游戏 只要全情投入其中 好好享受这个过程就好 至于到最后得了几分 事成事败 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最后 忠心地祝愿每一位有缘阅读到 此篇文字的朋友们 都能够在人生的这条道路上 欣赏到各种各样的美好风景 不负此身 也不负此生 人这一生 最难的是活出一份豁达和潇洒 在生活中 总有一些人过得特别纠结 活得特别拧巴 总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如意 甚至会认为整个世界都在和他作对 实际上呢 所有的痛苦和矛盾都源于自己的内心 并不是生活在刻意为难我们 而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为难自己 人的一生 要懂得不为难自己 也不要为难别人 生活其实是简单的 只是由于我们奢望的太多 有太多执念和贪念 才导致内心之中总是和自己作对 和自己过不去 同时也容易对别人要求太多 期望太高 所以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地 陷入到内心的挣扎和矛盾之中 快乐的生活 一定是从顺其自然和开阔心胸开始的 相反 如果总是和自然规律和自身局限 做无谓的抗争 最后收获的只能是无尽的痛苦和绝望 不为难自己 也不勉强别人 是最通透的人生哲学 也是最豁达的生活智慧 人生需要看开看淡 如果事事都去斤斤计较 或者一条道走道黑 又怎么可能收获生活的美好和快乐呢 在生活的旅程当中 我们总是要学会适当的妥协和让步 如果总是和自己过不去 为难自己 这岂不是最愚蠢最糊涂的行为 对待别人的时候 我们也要学会理解和释然 任何时候 我们都不能对别人抱有太高的期待和幻想 因为别人也有别人的难处 一旦我们把握不好尺度 就容易让别人陷入到进退两难的境地 生活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复杂 一旦我们能够悟到最正确的处事之道 懂得了人心和人性 那么很多曾经困惑和折磨 我们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学会不勉强 不抢求 不执拗 不贪心 那么生活之中将会处处充满生机 相反 如果总是和自己作对 和别人计较 生活则一定会变得处处是障碍 我们的一生 迟早要学会随缘 也要懂得安之若命和顺其自然 不管情愿与否 这几乎是每一个人最后的心灵归宿和必然认知 朋友们 你们信命吗 不管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了 如果不是命的话 为什么同样的付出 同样的资质 有些人会成功 有些人会失败 而且有的人甚至更加努力 却什么都没有 命运这东西吧 看不见摸不着 信也好 不信也好 反正日子得照常过 其实 无论有无命运 命运是什么 只要我们把注意力和心力用在现在 不欺人 不欺天 以一种修行的心态去面人生 也许我们的命运就会发生改变 因此我们与其把精力耗在难以窥测的天机上 还不如把精力放在可以改命强运的修心上 从现在起 活在当下 努力精进 自强不息 而又修身养性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小鸟 在怎么努力飞也是有限制的高度的 承认命运的存在不等于放弃努力 而是明白自己是有限的 就算在努力也只能飞到一个限定的高度范围内 要明白和自己妥协和命运妥协 接受自己的局限性 性命或者信自己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 前者可能略显悲观 后者呢 看起来更加顽强激进 性命也好 不信也罢 善知善念 知行合一 就是最好的人生态度 一切安排 也许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切的遭遇都是必然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 多感悟多体会 去发现生活的美好 去不断启迪自己的智慧和良知 那么我们的一生 无论成功失败 都是值得的 加油 共勉 作者简介 会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成愿和友友们一道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 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 都来阅读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 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人生真正的强者 其实不是物质上多么富足 地位多么高 而是能够控制得了 自己的脾气 耐得住性子 生活中的风风雨雨和侃侃可磕 如果没有强大的控制力和耐力 是不可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的 一个人如果能控制得了自己的脾气 沉得住气 耐得住性子 那么生活之中 就没有真正难得倒我们的事情 人生最大的敌人 其实是我们自己 能够压制住心中的无名怒火 保持住一份理智和冷静 是一个人成熟最大的标志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天生带来的脾气秉性 如果由着自己的脾气和性格来 注定会处处碰壁 也会和周围的人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 所谓的脾气 其实也是一种修养和境界的体现 更是一个人 有没有内涵和教养的重要标准 人生之路慢慢而悠长 无论是学业 事业 感情等等各个方面 都需要沉得住气 耐得住性子 什么事情都是欲速则不达 心急吃不到热豆腐 能稳住心 有耐心有恒心的人才能最终迎来生命之花绽放的时刻 水滴石川 任何事情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耐力 都能够最终迎来收获的时刻 关键在于自己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心态和足够的忍耐力 人生之路不在于多快 而在于多稳 控制住脾气 耐得住性子 哪怕成功来得晚一点 幸福来得迟一点 也终将会遇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实实在在的美好 真诚地祝愿每一位友友 都能够活出一份人生的自然和豁达 知行合一 踏踏实实 努力拼搏 步步为营 沉稳淡定 如此这般 我们一定会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我们云云众生 来到这个世界上 走上这么一遭 其实不管是经历了什么 美好的痛苦的 成功失败 一切的一切 其实都是一道道的风景 既然人生是一个过程 那么就要学会开心的活 如花自然开 自然落 不难过 用一个豁达坦然的心态 去看待人生一路上的景色 人生苦乐年华 要学会悲喜随缘 人生这趟路途 无论你遇见谁 它都是你生命该出现的人 绝非偶然 无论遇到什么事 那也是我们注定应该遇到的 美好的人和事 就好比是和煦的阳光会 带给我们温暖 那些不好的遭遇 就好比是风雨雷电 让我们学会坚强 所以我们要把目光放在远处 洒脱还给自己 去接受人生路上的所有遇见 其实 世间上没有一样东西 是永远属于我们的 包括挚爱的人 养大的孩子 包括我们的财富 我们的身体 结局也会回归尘土 人生 就是一趟单程的旅行 凡事都有缘起缘灭 抢求不得 重要的是 把握当下 生命就是一个过程 我们要珍惜过程 而非执着于结果 生命中的每一处风景 都值得我们安静的 带着好奇 用眼看 用耳朵听 用心去好好感悟 尽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是不同的 但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是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景 站得高才是能够看得远 看得淡 看得透 才能放得下 如果我们这一生 总是背负着太多的东西 那么也就会活得很累很苦 放下即是解脱 看透才是智慧 这才是淡定人生的最高境界 加油 共勉之 作者简介 会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成愿和友友们一道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 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 都来阅读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 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 会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 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 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 最好的养生 不是吃多少营养品和保健品 也不是用多么高级的保养的东西 最好的养生之道是 培养一个好的性格 和拥有好的情绪 性格不但能够决定命运 也会对一个人的健康 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同样的 一个人的情绪 也在左右着我们的身体状况 医学上的研究表明 一个人所患的疾病 和他的性格 有着非常密切 而直接的关系 比方说 一个性子疾的人 往往会得上心脏方面的疾病 一个爱生嫩气的人 往往会消化不好 诸如此类的例子 在生活中不胜枚举 可见 我们的性格 在真真切切地影响着我们的健康状况 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培养一个好的性格 就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好的性格 会给我们的身体 设置一道牢固的保护屏障 能让我们远离很多负能量的侵袭 从而保证了我们的身体机能的健康 好的情绪 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 更是显而易见 人的一生 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不顺心的事情 而能够及时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让自己尽量保持住情绪上的稳定和平衡 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情绪 关乎到我们的气血运行 更是对事态的发展和解决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懂得调整和控制自己的情绪 才能够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也能够最大程度地 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 好性格 好情绪 就会有好身体 好人生 养生 重新做起 从性格的塑造 和情绪的调整开始 坚持下去 我们的生活必然会有所不同 身体的各个部位 也会运转得更加和谐 更加健康 最后 祝愿每一位有缘阅读到此篇文字的朋友们都能够身体健康 生活幸福 人生之路 人生之路如各自饮水冷暖自知 而其中又有太多的苦和泪 只有自己细细品尝 慢慢体会 人生有七苦 生老病死 爱别离 舍不得 放不下 其实最大的苦莫过于辛苦 身泪 心泪 其中最泪的就是心泪 苦和泪 是任凭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彻底摆脱的 也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从中获得一些领悟和超脱的 人生之大苦 不与外人言说 人生之大泪 也不会与外人抱怨 苦和泪 让我们尝出了人生的滋味 也懂得了生命的意义 男人也好 女人也罢 为人福为人父 为人父为人母 哪有不吃苦不受泪的 人活的是一个责任 更是一种使命 我们总是在辛苦和劳累之中 才深刻地懂得了什么是生活的意义 也才能够体现出生命的价值 少年不知愁滋味 吃饱喝足乐逍遥 那不是真正的人生 更不可能是生活的常态 相反苦累 煎熬 甚至是迷茫困顿 才是人生之常事 为了一日三餐也好 为了升官发财也罢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付出 就不会有收获 这是一个恒久不灭的道理 为了我们的父母妻儿 付出再多也值了 至于那些无法言说的苦和泪 就深埋于心中吧 也正是那些苦痛 疲累的遭遇 才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深刻 其实我们看到的别人的快乐和美好 那也是别人愿意展现出来的部分 而那些深埋于别人心间的纠结 矛盾 苦累 挣扎 我们又怎么会知道呢 人生 谁也不用羡慕谁 谁也不要可怜谁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难题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苦痛 看开 看淡 然后学会释然 一切都变得不再那么难以接受 也不再那么难挨 望窗前花开花落 看天上云卷云疏 人活着要的就是这个境界 生活就是这样 谁看得更开 看得更淡 谁就更容易活得快乐一些 我们的一生 都是活在因果之中 云云众生 只是一心想着要好的结果 却不愿意付出努力 或者说 只要自己做了点什么 就去要求 结果一定怎样怎样 而一旦事与愿违 就会生出各种抱怨 各种牢骚 仿佛这世界上谁都欠自己 众生都期待好的结果 害怕坏的结果 却很少有人会在因上去思考 正所谓众生为果 菩萨为因 要想获得好的结果 就要从因上努力 但是努力了 也不一定有好的结果 因为任何事情 都是机缘和和下的结果 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因此我们所能做到的 只能是在过程中努力 对结果随缘 人生是一场追求 也是一场领悟 因此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过程 而不是结果 我们只需要尽一分心做一日事 至于成败 则不负计较 因上努力 果上随缘 顺其自然 这样的心态 才是最美好的心态 才是我们去面对得失荣辱 成败舍得最好的态度 我们要明白的一点 那就是结果是结果 过程是过程 我们唯有大处着眼 小处下手 做得一分是一分 如此我们的心态 就会变得平和而坦然 大家请牢牢记住 因上努力 裹上随缘这几个字 这会让你真正找到内心的平静 让你可以忠于自己的内心 更会让你勇敢地追求正确的事情 同时不再纠结于短期的结果 甚至长期的结果 让你能够心无旁骛 纵情向前 全情投入地过好每一个当下 并期待美好的事情自然发生 如此的话 这将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状态和人生啊 加油 共勉之 作者简介 会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成愿和友友们一到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 都来阅读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 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 会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 同一个世界 同样的生活 人们的心理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不难发现 在我们的周围 总有一些人生活得疲惫不堪 纠结痛苦 也总有一些人活得洒脱快乐 似乎没心没肺 如果仔细去观察 那些生活得快乐一点的人一般 都具有几个明显的性格特质 那就是豁达开朗 拿得起放得下 欲是想得开 不钻牛角尖耳 很多时候 一件事情对我们的影响 并不完全取决于事情本身 相反 我们的心态才是最关键的 生活之中 那些拥有积极和乐观心态的人 总是能够更多地看到希望和未来 也总是能够充满活力和信心 以这样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当然会活得轻松快乐一些 而那些总是心事重重 心中被焦虑担忧 消极沮丧情绪占满的人 又怎么可能生活得开心呢 要记住 我们始终都是用心在感受生活和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就会感受到什么样的能量 无论我们现在的处境如何 也不管命运给我们安排了什么样的课题 请相信光明终究会到来 其实生活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 一趟充满挑战的旅程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自己的心理建设 胜不交 败不哪 始终保持一个开朗包容的态度 也提醒自己困难和迷茫是暂时的 那么无论生命之旅遇到什么坎坷和挫折 我们都可以勇敢面对 并永远不会失去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执着 做一个快乐的人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一切要从自我的认知和心理调整开始 当我们懂得了随缘 看开雾透之后 心中自然会变得平静而淡定 也就会从心底生起那种对于生命本身的那份坚定的热爱和珍惜 太阳东升西落 四季也一直在按照自己的节奏不停变换 地球上的一切都充满生机 而我们作为一个个充满智慧的人 更应该努力地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最后祝愿每一位友友都能够生活的简单快乐 而又充满意不负昭华不负此生 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任何人的人生试卷都不可能是一百分的 人生的维度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健康财富事业家庭儿女等等 在这么多方面真的不存在一个人是处处圆满的 可能命运之神给我们设定的就是这么一个程序 所以我们的人生无论怎么努力 也不管怎么幸运都会注定存在缺陷和遗憾 认识到人生的不完美和自己的局限性 是一个人真正成熟起来的标志 既然人生的这场考试注定是可能得到一百分的 那么我们就应该学会取舍 懂得随缘 当然这不代表着我们就不用去努力了 人生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追求完美 而是在于去体验这个过程 从中得到深刻的感悟和不断地提升自我 人这一辈子 其实也从来不是用表面的东西来衡量的 一个好的心态 其实要好过很多外在的物质或者名利上的得失 人生就是这样 太过执着于结果 尤其是追求完美 是对自己的不宽容 甚至是对自己的一种折磨 人的一生 遇到的事情很多 如果没有一个理性而豁达的心态 就会注定走得很艰难 而谁能够尽快地实现觉醒 谁就更容易接近幸福 不要去追求一百分的生活 那注定是徒劳的 但我们一定可以去修炼一个更加美好的心态 加油 共勉 人生总是不圆满 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缺憾 云云众生 各有各的苦 各有各的难 人世间之所以先有圆满和如意 根本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这个空间 本来就不是让我们来获得幸福美满的 更不是让我们来享受人生的 人间是一个炼狱场 人生是一场修行 这才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原因 才是我们这一生的任务 杨将先生曾在一百岁感言里说过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 做人实在是够苦 人生就是一场炼狱 苦是底色 所有的劫都命 看透了生命的本质 读懂了生活的意义 我们才能够活得不纠结 人生不得意是十之八九 没钱的痛苦 有钱的也痛苦 单身的烦恼 有家世的也烦恼 人人都只是这世间的一粒沙石 活着就总有无穷尽的烦恼 如果我们能够把烦恼当成菩提 把苦难当成修行进步的阶梯 那么我们就会没有了抱怨与憎恨 人生虽苦 好在也不全都是苦 生活纵然艰难 总还有美妙的时刻 久别重逢 久汗甘霖 无不令人欣喜 好好把握这一世为人难得的缘分 珍惜每一个鲜活的日子和宝贵的当下 保持善念 精进自身 那么我们的这一生就算是值得的 加油 共勉 作者简介 会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成愿和友友们一道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 都来阅读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 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 会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 我们的一生 除了追求生活的幸福和快乐之外 也都在追求着智慧和真理 都想活得通透明白一点 其实 我们不知道的是 有时候学会装傻 才是一种更好的人生境界和生活智慧 聪明和智慧是显现的 而装傻是一种隐性的和更深层次的表达 聪明难 装傻更难 人的一生 需要装傻的事情很多 我们的生活不是非黑即白 而是充满了非常多的是似而非的灰色地带 面对那些终究弄不明白的事情 讲不清楚的道理和那些注定不懂我们的人 我们不妨适当地学会无视和装傻 别人的误解和流言蜚语 我们也不妨当作耳旁风 不去和他们叫真 一切自己心里明白就好 学会装傻 当然不是真傻 装傻的人 其实心里像明镜似的 也只有拥有大智慧和大胸怀的人才能懂得 在什么时候需要装傻 在什么时候绝对不能犯糊涂 装傻的人 会省去很多无谓的烦恼和麻烦 从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真正有用的地方 也会活得更加轻松自在 大智若愚 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人的一生 也只有当我们学会装傻的时候 才算真正的成熟起来了 装傻 在很多时候既可以自保 又可以对别人做到最大程度的善意 装傻的人总是显得那么的与世无争 和潇洒自在 其实并不是我们懦弱和愚钝 而是我们更加看透了生活中的那些鸡毛蒜皮 和盈盈狗狗 所以我们才会选择适当的无视和妥协 会装傻的人 才是最聪明的 不是小聪明 而是大智慧 人生的轻松自在和充实丰满 从学会装傻开始吧 傻傻的我们 其实是最懂人生 最懂生活的那类人 也是最睿智 最理性的存在 人生 不能不想 但是也不能想得太多 人的头脑就好像是一台精密无比的机器 但是如果脑子里想得太多太杂的话 这台机器也会因为超负荷的运转 而变得疲惫不堪 甚至出现故障 人生 只做有意义的思考 这是每一个聪明人都懂的道理 也是我们能够活得轻松一点的关键所在 人生其实本身并没有那么复杂 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给它赋予了太多的意义 而有的定义是正确的 而有的是错误的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深陷其中却浑然不知 生活最好的状态就是不去想那些没有用的或者是不现实的东西 始终保持住内心的安静祥和 这样的人生看似平淡了一些 其实是最美好的一种状态 生命无常 人生变化莫测 所以我们用不着去试图用上帝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的人生 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 至于明天会怎样 未来会如何 不如学会顺其自然 不去想太多 甚至就那么静静的 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 这就是脱离痛苦和烦恼最好的法门 我们始终要相信该来的一定会来 该走的也一定会走 看亭前花开花落 望天上云卷云书 日出日落 花谢花开 这一切都被大自然的规律左右着 我们的人生亦是如此 命离九尺 难得一丈 该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 或早或迟 不该是我们也不要去奢望和强求 无论我们多么不甘心不服气 也注定是徒劳的 做豁达之人 过自在人生 作者简介 会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成愿和友友们一道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都来阅读 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 会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 我们之所以活得不够快乐 也许并不是因为自己不如别人富有 也不是因为在其他的某些方面不如别人 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心中有了太多的妄念 贪念和杂念 妄念、贪念、杂念 当这些念头充斥着我们内心的时候 恐怕没有人还可以保持着心里的宁静和淡定 也就更别提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幸福了 人若有妄念 便会心生虚幻的想法 更会让自己的生活严重地脱离了实际 我们可以有理想、有梦想 但是万万不可以有妄想 妄念会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无穷无尽的虚无缥缈的想法 也会让我们看不清自己 甚至严重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到头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连最实际、最真实的东西 也被自己耽误了 贪念是说一个人得到了 还想得到更多 要了还想要 永远没有满足和停止 贪欲几乎是很多人都存在的一种心理 但是人一旦有了这样的心态 就很难体会到人生的快乐了 钱是永远赚不完的 物质也是不可能达到极限的 所谓的欲赫难平就是如此 有了贪念就永远不懂得满足 这样又怎么能体会到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呢 生活之中 要有一颗清净心 不应该有太多的杂念 杂念会分散掉我们的注意力 也会让我们陷入到挣扎和痛苦之中 我们要懂得 及时清理自己的内心和大脑 把那些没有用的信息和事物清除掉 还自己一份宁静和轻松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集中精力 去做那些有意义的事情 远离妄念 贪念和杂念 我们就能够踏踏实实 轻轻松松地过好自己的一生 好的心态永远是打开幸福之门的那把钥匙 而学会调整自己的期待和心态 则是我们每个人必修的一门功课 最后 祝愿每一位有缘阅读到这篇文章的朋友们 都能够拥有一个平静而又美好的心态 活得田静开心 平淡幸福 时间的车轮从不停歇 我们每个人都在随着岁月的流逝长大 便老直到化为尘土 不知不觉的我们突然会发现 自己好像不再年轻了 这一点从别人对自己的称呼上 就能明显地感觉出来 只是自己一直觉得好像还没到这个年纪呢 是啊 一个人从二三十岁跨越到四五十岁 其实也只不多短短的二十年的时间 所以还没有等我们好好地品味青春年少 就悄然地来到了中年这个阶段 难怪我们一时缓不过神来呢 中年的我们完全退去了青涩和稚嫩 思想也变得丰富而厚重 中年之前的人 往往只知道一味地往前冲 不懂得真正的思考和规划 年轻人的精力是充沛的 所以他们有大把的时间挥霍 而人生的精力本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中年以后的我们 学会了总结 学会了更深刻的思考 我们之前所经历的一切 现在都能化为自己的人生的智慧 所有的过往 我们都会时不时地梳理一遍 这不单单是祭奠青春 更是为了未来的路走得更加从容和淡定 人到中年 我们才渐渐地真正明白了 人生的意义和内涵 中年的人生 总少不了更多的责任和担当 哪一个中年人不是自己家庭的中流砥柱 身处上有老下有小的关键位置 我们真正明白了什么是负责任的人生 我们努力奋斗 砥砺前行 只为给自己的亲人带去安全感 即使有再多的困难 我们也会咬牙坚持 我们学会了把快乐带给别人 把痛苦留给自己 中年人的心变得越来越坚强 不是因为冷漠 而是因为历经风雨沧桑 我们的心被磨起了厚厚的茧子 人过中年 路已过半 我们的人生依然精彩 回看过往 展望未来 我们中年人的脚步虽然沉重 但更加坚定 为我们的中年时光干杯 尽我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中年人 生活 总是充满了各种未知和无常 人间 从来都不是舒服的 也不是一个岁月静好 没有烦恼的地方 其实人世间更像是一个布满了各种荆棘和关卡的修炼场 而心性观 财观 情观 生死观等等 都是需要我们一步步去跨越的 人生本苦 生活艰难 这是人间的常态 也是生命的底色 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就要努力地活下去 而且要争取活得好一些 心态和思路 是面对残酷人生的两大法宝 我们永远不可能指望着拥有多好的外部环境和完美成熟的条件 我们真正能够依赖的只有自己的心态和思想 好的心态可能不会让一切都迅速变好 但是至少能够让我们拥有一个好的状态去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 而一个好的思路 有时候就会给我们带来解决问题的办法 好心态决定好状态 好思路决定新出路 人生之路总是难走 各种意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 我们渺小得犹如蝼蚁 很多时候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能够控制和调整的只有自己的心态 面对生命中的种种难题 我们唯有改变自己的思路去寻求新的突破点 若是一味的挣扎和执拗 非但解决不了问题 还会把自己逼进死胡同里面出不来 作者简介 会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承愿和友友们一道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都来阅读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 会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 人的一生就是在偶尔的得意 与普遍的失意之中度过的 正所谓得意有识 失意有之 而这一切皆是天意 得意之时 切记莫要失去自我 失意之时 万不可放弃自我 顺应天意 而又努力争取 奋力拼搏 这才是最清醒的认知 也是最通透的人生哲学 得意 失意 天意 一切都不必太在意 我们都是来这个世界上 走上这么一遭 无论任何遇见和遭遇 都是最好的安排 得意之时需尽欢 莫使金尊空对月 我们需要这份洒脱 只是不要丧失了理智 打诗人李白的洒脱和超然 我们可以适当地学一下 只是当我们真正得意之时 万万不可以忘乎所以 否则灾祸就会随之发生 得意的时刻 需要我们保持住最基本的冷静和沉着 唯有如此得意的时光 才可能尽量延续地长一些 得意之时 不可太过陶醉 更不能肆意张扬 君子喜能自今 胜而不骄 才可成大事 留美名 人生在世 谁没有过失忆的时候 更何况 失忆才是生命过程中的常态 正所谓 人生如意之事 不过一二 所以 如何面对失忆的时光 才是对一个人最大的考验 也是对于心灵最好的磨炼和修行 失忆的时候 不放弃 不颓废 更不自爱自怜 只有如此 才能够在那份苦涩和孤独之中 学会成长和提升 正如目前正在热播的电影 《长安三万里》中的高氏那样 在失忆的漫长岁月中 不断打磨自己等待机遇 终究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高光时刻 得意也好 失忆也罢 其实都是上天给我们安排好的剧情 也都是人生旅途上独特的风景 面对人生不同的际遇 关键是如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面对顺境和逆境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应对态度 而不同的态度和行动 就会拨下不同的种子 从而导致不同的发展方向 对于人生的命运 失忆和得意 我们不必有太多的执念和纠结 一切顺其自然 尽力而为 尽人事而听天命 便是最好的人生哲学和处事之道